如果行李沒有上飛機 他會說行李上下一班飛機 然後他會做這件事情 那UDP呢 他是不管 行李掉就掉了 告訴這個女客說行李掉了 那TCP呢 他會負責把你把行李找回來 再來做 基本上TCP跟UDP這兩個不同 TCP是一個可靠的傳輸層的Protocol UDP是一個不可靠的傳輸層Protocol 那你說 那為什麼還有人 我們都要可靠的 為什麼還有這個不可靠的在這裡 有的時候是可以 不可靠是OK的 為什麼 譬如說我們在講話 講話聲音會切成小小的這個 那中間掉了一點點 我人耳朵會自動修復 那你不用負責幫我把那個掉的再找回來 或者叫對方再重重一點 我是OK的 我們耳朵自動可以修復 你要他找回來 反而造成了延遲 我聽起來 講話聲音在斷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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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不好 對不對 所以有的時候像多媒體這個部分 如果眼睛閃一下 我自動修復了 或者我能夠可以忍受的方式 OK的 可是有些東西是不可以的 或者我轉賬一千萬元 你是個壞掉 那就不行 像有些應用 我一定要轉賬多少錢 那個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那一類的應用 我們就必須要用可靠的傳出層來做 所以有些應用可以用可靠的 有些應用不可靠的 它都有存在的必要性 但是下層的網路 基本上是個不可靠的 然後再到上面 到我們今天的核心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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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 我們說WAP的最重要 我們說WAP 一直講還是講 這個HTTP 它是建在TCP之上的 所以HTTP的東西 如果下面我們都一掉的話 TCP會幫我們找回來 我們不用管它 那怎麼找回來 基本上要對方重送 下面有一套 它有一套這個 擁設控制 扇設控制 等等 它有很多東西要做 這是我們的重點 但是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實際上 去年有個網路課程 全部有在YouTube上面錄影 可是那個 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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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去看 GTTP HTTP 那 HTTP 是 目前最重要的 但HTTP 之外 HTTP HTTP 5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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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 1 2 3 HGP是它的戰爭位置 它的下層我們HGP用到是GGP 然後再下層是IP 這個大家在Layer要有一個觀點 每一個Layer它負責它自己要做的事情 這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圖 這個圖就把每一個Layer在網路上 我們剛才用機場的角度來看的話 是它基本上有一個認識可以對照的看 可是實際上如果在真正的網路上面 那我們沒有分7個Layer 我們只有分5個Layer 因為這個就GGP在一般 所以上面的Layer是HTTP Transfer是GCP NetworkLayer是IP LinkLayer的話就是網路卡 Ethernape VisicLayer就是線傳出去的網路 在每一台機器上面都這個樣子 那我們一開始送去 所以好像我只打一個網址 對naive user 對天真的使用者是打一個網址 可是我瀏覽器裡面要負責 就是把那個網址變成一個Message 變成一個HTTP的Message 我網址 我最外面就打一個網址 但是HTTP的Message 它變成一個HTTP的Message 要送出去 HTTP的Message 在送出去之前 不是HTTP在對方的SERVO上面 它看到是收到HTTP的Request 可是在我自己這台Network上面 我先會把它變成一個GCP的Segment 也就是說它會把這個HTTP的Message 前面加一個銅 然後對方的那個 到最後的那個 它再加個銅 就是它最後是要加個銅 然後到我的IP類的時候 它又會自己 在我仍然在我這台機器上面 它會幫我再加一個銅 有時候還加個銅 這是簡單的一個表示方法 在傳到我的網路卡的時候 網路卡要把它再加一個銅 或者再加一個銅 那有時候不只加銅 加銅 有時候還要把一個東西切成好幾段 所以它會經過一段處理 可是這個東西在我上面使用者 我看不見 但是在作業系統 作業系統 這個作業系統在幫我們做 下面這個網路卡要做 然後在電子訊號傳入區 所以傳到 譬如傳到某個SERVO的時候 它看看 到底是要傳到 這台SERVO 就在我這個網路裡面 還是要送到其他地方 它可能它就把這台SERVO 它會再次轉移 意思就是它會上來 或是HUB 或是這個 中間的設備 Bridge等等 它會上來幾層 然後看一看 這個資料 原來它不是在我這個範圍裡面 另外一台電子 它就把它在我外傳 傳到Router 那Router它就要看到 Router是路由器 是IP審視的 Router它就看到IP審視的資料 然後看完以後 它每一個都看 原來的資料 並且切切切切切切切 如果很大的資料 如果是這個人要傳網頁 如果是這個SERVO 要傳網頁 傳到Karen也算 的話 它就搞不好也切了很多 它看到某一個 某一個IP的Data Grant 它看完以後 原來是要送給某一個游覽器的 然後它再往下送 送到某個Router 所以最後 到達目的地 那個目的地的作業 收到它的限度進來 網路卡 那個作業系統 一層一層的 到它的那個瀏覽器 或者是伺服器 如果這個是連接某個伺服器的話 那邊是使用整個 這邊是外的伺服器 它就看到 喔 原來它是要跟我要某一個網頁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再把我這個網頁 變成一個Response message 然後再移入了 再送回去 所以這個是 工作的流程 所以其實說網路中間是 其實動作是蠻複雜的 而且是蠻複雜的 一直在做 那這邊有幾個紅字 Message, Sentiment, Theta Grant, Brand 這幾個紅字 特別寫在這裡 大家順便知道一下 就是網路的這一門 這個 網路這個領域 很多說 多說在它的這個 其實理論大概 Potok這個東西 知道以後大概是差不多 最基本的 概念就有了 可是呢 網路有一個很麻煩的地方 就是有人在這個領域 待了很久 然後就 常常會被很多的 民詞搞得紅昏腦漲 像我們簡單來講 它網路傳列什麼 很多就中文 大家都搞崩崩 對 可是如果是在 你比較有學術位移民的話 所謂的風包是一個 不帶學術的 你是說 Ha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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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cking沒有在上面 任何一個紅字裡面 我們常常 常常說 我們傳遞的東西 在某一個 Protocall 裡面傳遞的 基本單位 叫做一個PDU Protocall Data Unit 就是 我原始的 資料 是這個樣子 那如果這個 Protocall Data Unit 是在應用層次呢 我們叫它 傳遞的是一個Message 所以 HTDP 呢 我們傳遞的每一個單位資料 叫HTDP 的Message 我是一個request message 過去 對方一個response message 回來 我送一個Email的Message 過去 對方送一個Email的Message 對方自己送一個Email 我送一個Email的Message 過去對方就收到Email的Message 所以 一條SendMessage 然後 Message 在我這台表面 再往下 到TCP的層次呢 它的Protocall Data Unit 它的名字叫做一個Sagman 到了那個Network Layer 它叫做一個DataGram DataGram 通常一般來講 什麼網路碰包 通常是IP的DataGram TCP就是Sagman Ethernet的一個單位 在Network Layer 叫做一個Prand 這些東西其實都是同一個觀念 它只是在不同Lay 裡面同一個觀念 結果跑出那麼多的名字 所以 有時候會講錯 有時候會講錯 但是基本上它就是 就是基本上它在 我自己在電腦上面 我看到它加頭加尾切 就是這樣 所以這是網路多說的地方 但是觀念其實還好 雖然其實沒有那麼複雜 但是網路多說的地方 它同樣一個觀念 在不同的Lay裡面 它有時候很多不同的名詞 觀念 基本的觀念都是一樣的 真的 如果你想要進一步 把這個稍微知道一下 就是 嗯 是行家 你不會把 應用的訊息 說成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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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包 那不對 然後 GCP的話 是Sagman 它不是GCP的DataGram IP的話是DataGram GCP是Sagman Ethernet傳遞的單位 是一個Fram 你看那個單獨的Protocol 的Spec裡面 會看到它這樣講 其實觀念都是同樣的 就是同樣的一個東西 同樣的一個觀念 這個 大家稍微參考一下 這個 網路多說一點 這個 這個一個是 不同的Lay裡面 同樣的觀念 不同的Name 不同的名詞 所以有時候大家記一大堆 另外還有一個比較複雜的東西 是 產品 產品 產品更新很快 然後 它的這個 常常它的工程是跨Lay Lay是這樣子分 可是 等到我呈現給使用者使用的時候 把好幾個Lay 把它弄在一起的時候 到底 因為我最後 我在這台機器裡面 一定要 要分得這麼好 對 我自己 為了我的實作方便 為了我的省時間省力 或者什麼 我這些東西做 這個是學習的時候 是這樣做的 真正產品的時候 有時候會混在一起 那時候也會讓人